美国的美国的共和党 美国共和党明明在选举之后 虽然呢他上次的其中选举 也也不算选的好 因为没有预期中好 以至于呢 但是他终究是掌控了众议院 可是众议院我们看到 他众议院的意愿一个一个词 由由由起呢 那叫那叫盖拉格的 在寝辞了之后呢 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那这个讨论呢 就使得今天呢 今天在美国的国会里面 在处理有关于乌克兰议题的时候呢 最后你会发现呢 共和党好像守不住承识 终究呢 对乌克兰的这600多亿的援助法案 似乎抵抗不住呢 拜登的这种的 所形成的舆论压力 放水让他过了 为什么 好 这件事情呢 其实要从去年10月开始 那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拜登政权呢 准备援助乌克兰的最新一批610亿美元的法案 这个圣教国会 然后呢 因为美国的大选也开始热闹起来了 当时的共和党的民粹派呢 就以致他们的当时的众议院预长 美卡西 美卡西是建制派的 是的 所以最后呢 就把他给罢免掉了 罢免掉以后闹了一阵 到最后第四个候选人才脱颖而出 也就是后来的麦克尔·江森 麦克尔·江森 虽然不是一直高调的民粹派 其实他是倾向同情民粹派的 所以最后他才能够胜出 就是正因为民粹派的人对他有信心 而他历史上又没有得罪建制派太过分 就是他没有太高调 所以就变成一个妥协的候选人 就胜出变成众议院议长 但是呢 我们要就像你刚刚讲的 美国在2022年期中选举的时候 共和党选的并不好 他原本大家以为他会在众议院大获全胜 结果只是选胜 选胜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呢 222席对213席 OK 那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呢 他的过半数的标准是217 就是这一届 每一届都不一样 但是这一届是217席 所以到了去年10月闹了这两件事之后 国会发生了就进一步 在众议院呢 这个民粹派就真正掌权了 在那之前是邮建制派的 McCarthy当议长 对不对 后来换成了 Johnson就变成民粹派的掌权了 那民粹要掌权以后 就把这个原污法案给拦下来了 那因为这个是大选议题嘛 所以对他们支持川普来选举是有用的 OK 是有自信的 可以鼓舞他们的选民的士气 那这时候呢 那连带的发生了一个巧合 第一个巧合就是 McCarthy就辞职了 McCarthy回头途连 那建制派的幕后就是美国的那些深层政府 那些大资本财团 那这些大资本财团 你们这些政客其实都是为他们打工的 打完工以后退休以后 当然都是要安排好出路的 这个都是美国的这种制度安排 是完全合法的 你只要没有签订合约 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种非正式的惯例的话 就是完全合法 你必须要签了合约 而且签了合约以后 违反的法律可能是税法 就是你没有报税 美国的这个法律的概念 跟我们中国人这种政府的治理 还有那种斯大夫的对朝堂的责任 他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不论如何 那个时候刚好McCarthy就决定去拿高薪 跟建制派的背后的财团拿高薪 他就退休了 退休以后刚好还有另外一个丑闻 叫做Santos 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他闹了丑闻 所以就被开除了 然后又刚好又有一个人退休离职 这是12月底的时候离职 所以到了今年的1月1号的时候 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的那个众议院席位的对比是219对213 然后呢这个援武法案就越吵越厉害 我想大家如果回顾一下今年1月到3月的时候可以说是大新闻 已经变成拜登政权他们主推的最大的一个政治project 一个他们的政策的方向执政的重点 那结果呢就卡在众议院上 那这时候呢很有趣 你如果回去看的话呢 就在今年3月一连串有两个众议院 共和党的众议员就一下子辞职 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就辞职 而且你想想看美国的众议员呢任期只有2年 所以一般来说很少有中途提早辞职的 反正你做完了2年一下就到了 而且当你的党的多数是这样岌岌可为的时候 你即使是要急得退休 你也可以说我宣布大选后退休 不必要大选还有半年的时候就急得退休嘛 对不对 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建制派收买了这两个人 就是从McCasey退休受到启发 然后看到只需要再两票 就可以把他押到217 所以呢 3月初退休了一个 然后3月22号又退休了第二个 那这样子一来 共和党的众议员就只剩下217位 这是过半数的最低标准 他再掉一个他就不是多数党了 就变成两个少数党了 OK 那在这种情形下你想想看 我在看到新闻的第二天 刚好我去大陆的一个学术座谈会 我就在这个座谈会讲了说 大家不要看这个援武法案吵了半年多 看至共和党说什么都不让他过 但是你看到昨天 他们又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忽然辞职 让他们的多数已经掉到 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随时都可以变成少数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出 这里面很可疑 这些离职的众议员很明显是被建制派收买 没错 来对民粹派施压 共和党民粹派施压 所以你必须要考虑 有可能这个援武法案会有变化 这是3月23号 我上学术座谈会的时候讲的 那果然到了4月20号 Michael Johnson就妥协了 那从4月20号他妥协放 放原武法案过关之后 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提任何民粹派的阻挠 行动都是非常配合 而甚至上跑得比建制派还远 就是你看现在尾巴的这个冲突 美国政坛的几个大咖里面 最支持的他Yahoo的是谁 就是Michael Johnson 对 那所以很简单的你就可以看出 这是他们釜底建制派 也就是深层政府的那些大财团 他们对共和党民粹派 这一届的众议院扶底抽薪 把他们的所有的权利都严格掉了 也就是说去年10月的时候 民粹派做了一个反扑 就是他们做了一个革命 把Mircassi把他们的总督 把建制派派来的总督 也就是Mircassi给革掉了 但是革掉之后五个月 建制派就把民粹派又打扶了 打扶以后一直到 我们基本上现在到大选之间 美国的这些 众议院的这些民粹派 就没有什么搞的 大家可以 所以热闹也就是热闹了五个月 然后就被人家 所以等于前后 前后等于在共和党的中议院 一共有五个离开的中议院 对 其中有四个是辞职的 一个是因为贪污案的 被截止的 这下是这种的政治运作 听起来很丑陋很肮脏 不过他就是这样子公然的 然后也就 也是堂而皇之的运作出 他要的东西 而这政治人物 尤其是盖拉格他在离开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 他到底要干嘛呢 他是要参选吗还是要怎么样 就看起来不过就只是 所谓的建制派的收买的对象而已 对其实他们都是打工人嘛 对不对 建制派的这些政客都是打工人 那他们 这个我觉得这一次最重要的是 所谓的自由媒体 没有一个人分析这一点 我在英文媒体也没有看到分析 没有错 所以你刚刚那个分析是非常好的分析 我在听完之后觉得OK 很奇怪的就是 你这些主流媒体 他们只报 某一个共和党议员离职 可是明明这一离职 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 就岌岌可危了 但是没有人做进一步分析 这个就是他们 美宣掌控这个掌控话语权的一种话语数 很明显的道理 但是他不讲 一般的民众就不会自己想到 对不对 他很明显的事情 路上有一只死猪 但是他只要不讲 大家都看不到 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社会 现代的工业社会 那个掌握媒体的话语权太重要了 你在这件事里面 我觉得最吃惊的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是 他们的宣传点 他们并没有说演示 并没有说 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辞职 所以我们不能报 辞职他当然报了 他只是不跟你讲 这个辞职 实质上的政策影响 他也不跟你把这件事 跟缘无法案联系起来 所以他靠的就是 一般的民众 不会想到这些事情 他只要记者编辑 不跟你讲这件事情 他甚至不需要说谎 在实质上就已经说谎了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 一直讲fake news 很多这些fake news是直接撒谎 没有错 但是有很多时候他是根本不用撒谎 他是跟你明面上报导的 但是深层的联系他不跟你讲 不跟你讲以后就等同没有发生 为什么因为民众自己想不到 其实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自然现象 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 衍生出民学体制 这个它里面的基本逻辑脉络 就是因为资本原本就不是唯一的 你如果是封建主义的话 大家都知道你的老板是谁 但是资本的话 就是有很多财团 你每一个工业都有一个大财团 或者两个大财团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一来以后 就有财团本身有自己的利益 然后的行业本身 所有财团又有公共的利益 对不对 美国演化到20世纪以后 它最重要的几个利益集团是什么呢 最大的就是金融 其次是军工还有能源 这三个是最大的 然后第四大就是医药业 然后等而次之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的那些很有名的创业者 像是Elon Musk 他们的政治力量非常的薄弱 Amazon的老板 Baitos 是美国前十大富豪之一 而且已经有钱了三十几年了 但是他为什么去买华盛顿邮报 因为你这种心腹的人 没有那些 你不是光有钱就行了 你必须要把这个钱 收买足够的打手足够的势力 这个都需要时间 需要努力 需要运作 需要投资 像很有名的那个Core集团 Core Brother 他们是从60年代就开始花大钱 一直到现在 六十几年 他们才算是一个势力 那当然你要成为一个政治势力 你现在忽然 你手头上有几百亿美元 那你要参与这个政治 美国的这个政治分章 进入这个政治平台 成为深层政府的一部分 深层政府的来源 有投资者就是资本 那这个资本要新的资本 形成之后要参与这个俱乐部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收买媒体 我刚刚看到这个媒体掌控选票 是非常影响民众的意向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这是为什么Baitos去买Washington Post 他买了Washington Post 不是把他自己手下 或者他自己去经营 而是雇了一个建制派的 地有的政治打手 来帮他经营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这个是 他要加入建制派的一个投资状 OK 那另外一个 你可以自己成为深层政府的人 就是你当他们的打手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打手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有最多人脉 因为毕竟是人的社会 对不对 美国虽然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 但是你到最后还是Rollodex 讲政治的话还是要看你的Rollodex中文怎么讲 就是地址部 电话号码部 你朋友的交情的 人脉的宽广 就你的通讯录啦 你自己手上的通讯录 你的通讯录里面到底是哪些人 大概就知道你这个人的社会地位 你能够拉的人你要拉 不能够拉的人你要能够下得住 这个在过去这50年 这一套玩的最俐落的就是Clinton家座 所以Clinton才从一个政治打手起家 然后做到总统 然后退休之后 他跟他老婆都同样成为深层政府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是能够真的做得好的话 然后有足够的人卖的话 那你就是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就会 因为毕竟你这个资本 他们是很松散的 而且甚至是有冲突的 能源跟一些生产业的财团是有冲突的 能源价格升上去以后 对比如说民航级产业就不利 所以他们并不一定都有共同利益 所以中间有很多的折冲 所谓的民选政府 其实是一个让他们对外收刮分账 但是对内解决冲突的一个谈判的平台 在这里老百姓的地位是什么 老百姓的地位其实就是牛羊的地位 其实牛羊的牧羊犬就是你们这些媒体人 但是当美国是世界霸主的时候 他的可以对全世界搜刮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搜刮自己的选民 选民甚至可以分一杯羹 比如说当年波音独占全球的民航机事业的时候 你这些民航机都可以用很高的价钱 卖到全世界去 那你这些员工都可以领高薪 都可以输出或者领高薪 那你只要能够确定说全世界只有我一家能够造得出这种飞机来 我就能够继续的以高价垄断这个市场 那但是问题是那你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在过去20年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以急转直向 因为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它崛起之后 提供了一个对美国的替代 替代什么呢 替代美国的资金 替代美国的市场 替代美国的技术 替代美国的能力 没错 让美国赚不到钱了 那美国没办法垄断高端市场 然后从中用简单的收购 那这样一来 他们的很多的内部矛盾 以前是可以用简单的撒钱来平补的 这个说的是比较直白一点 你东西的好坏其实跟价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你买一台电动车 现在美国人不想买电动车了 过去这半年美国电动车卖不动 为什么 美国电动车一台动辄5万6万 没错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品质的车在中国卖起来 相当于十几万20万美金 就是只有五分之二的价钱 中国的消费者当然认为这是很划算 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当然认为这很不划算 对不对 你这个车同样一辆车好不好 卖60万的时候非常的不好 卖20万的时候就很好 对不对 现在的美国人就是以前他们社会里面的那些矛盾 体制上的一些很不合理很大的缺陷 通通呈现出来并不是说他们是新的 而在于他们没办法给所有的一般的民众也分账 所以没办法收买平复他们的情绪 这个问题你如果溯源一直溯回去 可以说是在是美国罗斯福新政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策之后的一个反读 从大概50年代开始他们先从经济系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开始酝酿 开始要发展一套理论说辞 要来把它们抹黑 把这个所谓的罗斯福新政的那一套抹黑掉 那就说那这个呢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萌养 好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因为你刚刚你刚刚讲这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 就是就是把一些从从从一开始的时候 当我对于为什么美国最后众议院的会放手 让拜登的所包裹的这套的法案的竟然能过关 因为川普的川普的态度很清楚嘛 我一上任之后呢我马上结结结结束了俄乌战争 所以基本上面的一直在反对 就是对乌克兰继续在砸钱 可是第一个美国如果不砸钱 那你可以想见了欧洲的欧洲体系呢 也也不会跟着砸 因为你美国都不进来了 那我还还玩什么呢 最后这笔钱终究下去了 下去我就很好奇说共和党为什么放手了 好但是孟元刚的那个那个分析呢 我就让我们看到的背后的story 好但是你刚刚的其实已经已经反反复复呢 谈到了就是说呢深层政府呢 跟所谓的新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其实延续了二三十年之后 并没有人真的去厘清美国的这个new come 为什么今天呢会成为一个深层政府当中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他是怎么出来的他是怎么控制的